哈喽大家好,我是阿里 最近啊,AI的话题在网络上的讨论非常的火爆 我呢一直认为,AI画出来的图片非常的适合用来做恐怖游戏 今天这不就来了吧 我们今天来玩一款通过AI制作的游戏 梦游并愿 这款视觉小说来自日本 图片素材和文本都是由AI生成的 怎么说呢,光这个标题画面就十分的诡异了 由于这个AI的文本有些前后矛盾 我大致玩了三个结局 依然是有些难以理解整个的剧情 只能说,这个游戏体现的是一种纯粹的妄想 以及梦境中的一些最恐怖的场景 当然要我说啊,恐怖是其次 更多的是迷惑 那么咱就话不多说,直接开始 我听到了响声,想要醒来 我试着睁开了眼睛,我到底在哪呢 明明是在睡觉的,居然来到了这里 医院,这里是医院 走廊里阴森森的,我感到一阵眩晕 手扶住了墙壁,手上传来冰凉的触感 这应该就是现实 此时可以切换画面,在我的前后一个人都没有 我想从这里逃出去,或许我就不会再做梦了 我感觉身后怪怪的,只貌冷汗,但背后什么都没有 原来我是一个梦游症的患者 那么现在这个病院到底是现实还是梦境呢 我没事,我没事,我没事 这台词非常的迷惑,直接让我想到了那个广告 你没事吧 所以我们就往前探索 我在走廊里遇到了一个人 我一直没遇到什么异常情况 跟着眼前这个人,肯定可以把我带到怪物的身边 好家伙,我这是做梦做习惯了 上赶着要遇到怪物呢 点击这位大哥,我追着怪物 追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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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 这你妈什么台词 接着就是欣赏几张病房的照片 这张还挺正常的 除了这个床的构造有些奇特之外 就是墙上这坨迷之紫色物质了 这个就更正常了 只是天花板上的风扇有些怪异 接下来的这张就诡异起来了 浓浓的废土风格 甚至还有VIP小包间 床都是一大一小 一家人可以直接在这里整整齐齐 接着就是一段楼梯 文本说,我不知道要逃往何处 刚刚我还说要追怪物呢 现在就变成在逃跑了 整个剧情在这里就迷惑了起来 我扶着生锈的扶梯 亮枪着走了下去 脑子里面一片混乱 就像是塞满了触手一样 接着又是一些怪异的走廊 很有恐怖片的感觉 而且这走廊的风格越来越阴暗 特别是这张 病床都凌空了 说不出来的诡异 这张就更加魔幻了 地上墙上有迷之残骸 远处像是某种怪物吐了口痰 有点远了 再次切换 他出现了 这个医院 看来是个克索鲁医院啊 看着这玩意儿 我还觉得挺可爱的 我上去摸了一下 觉得暖暖的 还挺安心 毕竟我现在应该是在做梦 在梦里 我是无敌的 我们继续探索 鬼种丧 在呢 什么事 今天早餐的米饭很好吃 请慢慢咀嚼 然后吐出来 在这个妹妹跟前 我就是鬼种丧了 而在其他人面前 我可能就是田中丧 左藤丧 看来这位妹妹 也是一个病人 这触手伸出来的位置 嗯 很微妙 而且右边这个怪物的小造型 你别说 还真有点可爱 我们点击这位妹妹 她就开始发颠了 咔咔咔咔咔咔咔 你还活着 活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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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去死吧 为什么我会变成这样的我呢 啊啊啊啊啊 听着妹妹的怪语声音 我的脑袋胀都不行 我似乎是抱着她啃了起来 她的味道像土一样难吃 她似乎是变成了鬼种丧 这很是幸福吧 这就是第一个结局 怎么样 是不是很迷惑 在梦境中 我应该是被妹妹所影响 也开始发狂 把她给吃掉了 真不愧是客席医院啊 接着我们继续 不要点击这个妹妹 穿过一段腐朽的楼梯 见到另一位妹妹 这个妹妹被怪物吃掉了双腿 非常的可怜 但我还挺喜欢这个诡异造型的 下一条走廊就十分的吊散了 这里的设施十分的腐朽 墙上似乎有一个眼球 这里给我的感觉很不好 与其说是恐惧 不如说是厌恶 注视着那个眼睛 我听到了眼睛发出的脚步声 正当我奇怪着 眼睛的脚步声是什么鬼的时候 一些眼睛站在了我的身后 看着这忽闪忽闪的大眼睛 我将它们磁碎丢弃 然后吃掉 是鱼的味道 像是呕吐物 我忍住恶心 知道这是幻觉 于是呆呆地站在了走廊里 接着探索 这位迎面走来的大哥 十分的有气场 一看就不简单 可惜无法互动 他只是一个路人 接下来看到的几个怪物 就不光光是克苏鲁的风格了 甚至还带了一些机械元素 而这位怪异的人 可能就是医院里的医生了 哈亚马桑 这位应该就是护士了 他在叫着夜山先生的名字 哈亚马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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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女人尖叫着 我很不舒服 这怪异的尖叫 充斥了整个走廊 哈亚马桑 你在哪呢 笑声很恶心 我想逃 一脚踹开了那个女的 我将她碾碎 毕竟她不是人 但她还是在叫着 哈亚马桑 就像坏掉的唱片一样 发出崩坏的声音 果然她不是人 我来到卫生间 想洗个手 因为没有水龙头 我用胃里的东西洗手 吞下滚滚着流的排水口 就像是某种生物一样 那确实 你看这排水口 这可不就是生物吗 突然 一切都明亮了起来 我似乎是回归了正常生活 我们点击前方这个小东西 在黑暗中 我听到了脚步声 但并没有人 突然 我感到恐惧 即被发寒 但还是没有人 什么都没有 只有触感残留 我心跳加速 踩到了脚下的触手 鸡皮疙瘩一地 我似乎是被夺走了一切 这里似乎是后诊区 之前看到的大哥又出现了 他似乎是在等待着什么 旁边的病人 也已经不是人类了 我满心期待着被召唤 一直在排队等待 后诊室的人越来越少 我茫然地看着时钟 时钟上的触手在嘲笑着我 我想赶紧结束 之后 我要回去了 回到黑暗中 这难道就是我的本体 我拖着后腿 身体崩坏 手脚已经脱离人的模样 每一个细胞都被替换 所以我不再是我了 我的烦恼也不再是烦恼 我获得了解脱 我们获得了第二个结局 依然很迷 我的理解是 在这个结局中 我们通过了医生的诊断 整个人都被改造了一遍 我也成为了病院中的一只怪物 再也不会有人类的烦恼了 最后 我们在这个明媚的走廊里 不要去触摸这个小可爱 继续往前走 会经过一个药房 会遇到盘踞在实验室中的 巨大红色触手 在这里我总感觉被谁监视着 心中的情绪也被勾动着 我感觉被逼上了绝路 绝望充斥脑海 我只想破坏 下一张图应该是整个游戏中最诡异的图片了 小小的高能预警一下 自我介绍一下 我是个平淡无奇的男人 朴实 愚钝 自卑 自尊心有很强 我感受到了欺骗 就把他们全部都给破坏了 他们并不好吃 但我知道这对他们来说是最大的屈辱 所以我还是做了 所以这些应该都是被我干掉的怪物 救救我 救救我 有人在我的耳畔呢喃 所以我把眼前的怪物也给干掉了 一切都没有意义 我只觉得耳鸣越来越厉害 我想起了你曾经说过的话 但是我没想出来 诶不是 到底想没想出来啊 太迷惑了 我在梦中徘徊 我想快点离开这里 今天我也做梦了 我看到了梦幻般的现实 这就是第三个结局 所以我是把所有的怪物都给嘎了 自己依然在梦境中徘徊 分不清梦境和现实 这一款游戏就玩到这里 这AI文本搞得我实在是太迷惑了 不过这个AI插画确实是让我毛骨悚然 不可名状感扑面而来 好了 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 喜欢的话记得订阅按赞 谢谢支持 那么我是阿力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 拜拜 拜拜